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点点 要时间触碰之间 不要着急眨眼 好戏才刚准备上演 大家好 我是S&H48 Team H2的袁依琪 就 现在就有点尴尬 因为我是真的没有想发言稿 因为我觉得我今年选择了一个 比较艰难的战役吧 算是在喊出这个 名刺之前 名刺之后就被 从头笑到尾 但没想到最后笑的是我 然后呢 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没有发言稿的话 我就360度 全方位给我的元气弹们展示一下 小披风和皇冠 好了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了